你的车开起来发泵 哈哈 蹲个坑能跳起来 这种奔车S级他也逃不掉 质感开了 深陷泥潭也一样 你会觉得可能是底盘价的问题 但是兄弟们检查一下轮胎吧 可能你的轮胎 天都大了 这台车 拿回来开了一段时间 一千多公里 然后快到五一了 给他换了四条新鞋兄弟们 可能你觉得这个大饼轮觉得俗 觉得土 但是土到极致 他就是勺 换了四条马盘心态 新轮胎胸 瞅的就是得劲 真舒服 这个是前后配 用我徒弟的话来讲 叫约阳台 后面是285的宽度 前面是245的宽度 原车胎数据给你们看 一下 这是原来的四条轮胎 加四个龙骨 数据都是一样25的 然后19寸以上奔驰 S级就是前后配 然后这四条胎 都是18年的原车轮胎兄弟们磨损都不一样 两条磨损的比较严重 是后轮胎 两条磨损的比较轻 是前轮胎 因为后取嘛 所以说后边的两个轮磨损的比较严重 而且跑偏呢 兄弟们吃胎了 所以说这轮胎现在虽然看起来还不错 没有裂痕 但是开起来有的时候 蹦啊 很疲惫啊 年线长了之后 对行车安全也有一定的影响 哎 别叫了 别叫了 哎 真疲惫啊 家人们 有的家人们买完一台二手车之后 可能会选择买二手的轮胎 或者呢 是比较便宜的轮胎 但说及实话 作为豪华品牌车主来讲 你买的二手车 可能也是大几十万的车 你选择二手轮胎或者是比较便宜的轮胎 没有选择原厂之匹配的 高端轮胎 我觉得 还是便买车的 要不然造罪 轮胎对于一台车来讲 我觉得挺重要的 尽量咱们去选择的时候 买新轮胎吧 你就像我 这么一个车饭的 给这么一个边开边卖的车 也会换新轮胎 你可能觉得我这人 哎 真良心呢 车换了给二手车换新轮胎 真好啊 羊毛出羊身上 我不换 我开的难受 我换完 我卖的时候 在车架里边找回来就行了 所以说你不要说我这人比较好 我这人是商人 但是你自己如果回家 买一台二手车 自己开的话 轮胎 我建议你选择新轮胎吧 然后相对好一点 原车防暴 选防暴 原车普通 选普通 尽量选大牌 好吧 对自己车好一点 一块钱一颗的果冻 卖你398 你不嫌贵 那轮胎一条 轮胎垫 赠你个100 200的 你嫌他贵 同意的点赞 好